文明 郭文貴 俊勤 包括主席 邓部長 部長 請原委會蔡主委 蔡主委 再請台電的黃董事長 黃董事長 六位你好 三位好 本席的选区 跟三座核电厂有关 核四在本席选区共辽 临近地区是双溪 核二是在本席选区万里 临近地区是金山 核一厂是在本席选区金山的隔壁师们 我所有的选民 包括了系纸 瑞芳 平锡也都在内 大家对于核电厂 对他们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恐惧 所以本席反映他们的心声 有几点的主张 我先说明再请教各位 第一个就是核四厂 就是任何情况不要再启用 第二个 核一核二核三厂的核废料 核一核二核三厂不得研议 第三点是核废料送出国以后 不要再运回台湾 第四点 政府要积极发展 替代能源 在安全方面 我请教 在最近核一厂在税修的时候 又发生了燃料棒的金属把守 脱落的事件 更加强了民众对核电的恐惧 这个事件现在发展如何 怎么处理 请答复一下 那个包委 我可不可以容许 请那个我们那个陈副总 他是管核电的 好 请陈副总 包括李委员 有关于这个把守松脱的这个事件 第一 它跟核安全 核燃料这边 是没有直接的关系 它只是把守而已 这个把守是我们在调运燃料的时候 需要经过 需要去做一个 调运的一个机构 第二 这个噪音我们现在已经查清楚了 我们知道这个是厂商 阿里巴公司 它在车这个裸孔的时候 有一个瑕疵 那这一部分呢 我们已经找到原因 并且有措施 防止它不会再发生 我们看到的报道 我个人更没有看到 我们有关单位 做向你今天讲的说明 而这种安全事故 也不断地在发生 所以民众怕得要死 有这种生命财产的恐惧 核废料的问题 请问现在要运出国外去处理 招标的情况怎么样 答复一下 报告委员 目前正在公告当中 公告的时间到4月 今年的4月8号为止 4月9号会造程序的话 是要进行绝标的工作 是叫做国际标吗 是的 国际标是不是一家投标 就可以了 没有 第一次的这个开标 还是需要三家以上的来投标 如果没有三家以上来投标的话 那么还要再做第二次的这个公告 经费预算从哪里出 经费是由我们的核后端基金来支出 这个基金是这些燃料在发电的时候 就是这些燃料在使用的时候 因为发电我们就有使用者 使用者当时就要付费 所以当时就抽了 梅度电抽0.17元 到目前这个基金 目前为止是2430亿 那我们的这个基金的使用 就是要用在这个核废料的处理上面 有人质疑 核废料长途的运送出国 它是有危险的 这一点怎么答复 是的 它有一定的风险 那么它这个风险 也要有相应的安全措施 在过去几十年当中 日本的核燃料 就不断的运到法国 去做同样的再处理 那么他们的这个技术 是相当的成熟 将来处理完了 是不是还要运回台湾 是的 为什么一定要运回台湾 不能够交给处理的公司 国外处理吗 是的 在国际法律上面 有一些 就是我们的这个 拿出来的这个布跟钮 我们可以是在市场上面处理掉的 在我们这一次招标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规定是 得标的厂商 他就必须要承受这一部分 整个的核废料 交给国外处理 能不能都不再运回来 这一部分违反我们各国的法律 就是核燃料的部分 可以再烧的部分 他可以拿走 但是剩下来小部分 18%的这个体积的部分 要运回国内 请问拿回来以后 将来放在哪里 是 我们有一个计划 就是在做这部分的储存 我们会放在无人岛 或者准无人岛上面 我们现在已经有储存的这个目的地 正在做详细的规划 是叫做最终处置场吗 我们先做一个集中处置 然后再做最终处置 你在台湾能找得到地方吗 在台湾本岛是找不到这个地方的 所以你讲的 我们是在无人岛 或者是准无人岛上面 台湾附近的无人岛 是的 来储存这些核废料 是的 这个 外面有这个质疑 我请你们答复一下 认为现在我们的台电经济部也好 跟这个外国的Areva 我们翻成阿海法公司法国的 已经内定它了 所以说我们黄董市长 也率团去考察 也谈了细节 还有阿海法在台湾的公司负责人 也跟着去 根本是内定 甚至怕将来量身定做 就给阿海法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事 请说明一下 跟委员报告 那个国经协会 它全世界各国都会找民间业者当负责人 我是负责台法之间的 所以并没有 我去法国并不是为了这个Areva这家公司 是为了双方 这个民间经济合作 是在那边开会的 那Areva这家公司 我们全世界要找再处理公司的机会不大 因为这个要符合台美民间的核能协议 又要符合非常多国际上的很多规范 所以我们这一次公开招标 没有指定Areva 不过能够来投标的厂商的确不多 也就是可能只有Areva 对不对 最后可能 只有阿海法 对不对 最后的可能就是看这个招标的结果 还有一个质疑 也请董事长答复一下 说是这个我们核一场这一次的燃料棒金属把守的松脱事件 它也是Areva公司所提供的 这是燃料 所以我们要向它求偿 向一个求偿 这个公司 我们又要将来接受它来得标 是不是有矛盾 请答复 一码归一码 我想这个当初在核一场这个燃料得标是Areva 这个这是就核一场的燃料部分 那这个部分出的问题 这个是一件事 那再处理 Areva本身也是一个很大的公司 它也是完全不同的部门 在处理这个事情 所以我想我们对处理这个事情是切割的 一码归一码来处理 刚刚讲我问到 要运到国外去处理 钱从哪里来 那答案你们给的是说核后端基金 核后端的基金 核后端基金 在立法院的审查 二三读都还没有经过 也没有通过 最快也要到可能年中的时候 那你这个已经要开始进行招标了 有没有违反我们的预算程序 可以这样子做吗 对立法院还没有通过的预算 就去动之了 请答复一下 我跟委员报告 因为这个整个招标的程序 就算招标决定Areva之后 政府跟比方说是Areva的话 还要跟法国政府有非常多的 属于官方级还有国际间有关核子保防的事情 很多事情要去谈的 所以我们现在是招标 确定一个主办的厂商跟主办国家之后 后面还有很长的事情要做 所以当初因为这个时间要很长 所以我们报行政院同意来先进行这个采购作业 是这样的关系 今天我们等一下各位也会看到 我们经济委员会会有一个提案 就是尊重立法院的预算程序 这个核后端基金我们还没有审查结束 再请教核市场说是封存了 因为是本席的选区 在地的乡亲很清楚告诉我 每天还有将近一千人进出在里面 既然停工了这一千多人在里面 还在进行什么工整 能不能让本席知道一下 我们这个原来有两千人 现在大概一千人 整个核市场大概在今年的一个时候 大概会降到六百多人 所以人是一直在分散出去 到其他的工程地方跟其他的核电厂 那核市场的这个封存期间 有很多机组也是要有一点在 等于是在运转中 有些是要拆下来保存的 所以很多同仁还是在现场 还是要进行很多这个 就像车子摆在那边你不开的话 你久久你还是要动它一下 或者要让它运转一下之类的事情 所以只留最少的人在管理在现场的所有设备 那完全是完全是跟这个不会跟辐射有任何关系的 本习再一次重复本习选区选民的心声 三座核电厂跟我的选区有关 第一个就是核市场不得启用在任何情况下 第二点核一二三厂不得研议 第四个核废料运出国后 尽量争取不要再运回台湾 第四点积极发展替代能源 请各位做一个严肃的参考 好 谢谢主席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